我儿子今年八岁,一岁多时妈妈就抛下他走了,两年前孩子不幸全身烧伤,医院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,说快不行了,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,想让孩子见他最后一面,结果得到消息,了他关机后再也联系不上。 9月25日,在重庆万家院医院的病房中,30岁的医院对摄影师说,我也不让他拿一分钱给孩子治病,就是想让孩子见见他,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,徒为医院和他的儿子坐在病房中,医院是少数民族川青人,家住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山区,大河镇大乔村,儿子易小峰今年八岁,医院说,因家庭困难, 他15岁就出去打工,后来在打工期间认识了儿子的妈妈,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左右,生下了儿子易小峰,在小峰一岁两个月的时候,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就扔下他走了,因为爸爸要出去打工,小峰一直跟着乡下的爷爷奶奶生活,徒为小时候的易小峰,2016年10月5日上午,独自在家玩耍的易小峰因为顽皮, 好奇地倒骨开了家里有的摩托车油箱,然后用打火机往里看,一下子就点燃了油箱里的汽油,大火瞬间吞没了他,等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被邻居喊回家时, 易小峰的衣服已经全部烧完,紧急送当地医院后,被确诊,为胸部、面部、颈部深两度烧伤,烧伤面积达21%,徒为医生在给小峰换药,孩子被家人送到医院后我才知道,于是从打工的地方连夜往家赶,第三天才到了医院, 当时孩子全身黑曲曲的,脸和腿肿胀的比平时大了两倍左右,我第一眼都没认出来,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孩子也没进重症病房,只在普通病房抢救, 医院说,徒为患药时的疼痛让小峰流出了眼泪,易小峰当时烧伤严重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,医院看到孩子快步醒了,觉得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妈妈,想让孩子见妈妈最后一面,就赶紧给小峰的妈妈打电话,结果没打通,又给他姐姐打电话,让他姐姐转告孩子的情况,结果第二天再打他的电话就发现关机了,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来看孩子一眼,我也没再联系他,医院介绍,小峰在当地医院治疗了一个月,虽脱离了危险期,但因胸部、面部、颈部烧伤面积太大,发痕增多,为防影响孩子将来的面部肌肉静弯,并导致容貌受损,当地医院建议转院进一步治疗,于是在当年11月26日,易小峰被转到了重庆西南医院接受继续治疗, 图为医院紧紧握着儿子,易小峰的手,在西南医院对烧伤部位进行直皮手术后,小峰的病情得到控制,且恢复状态良好,然后回家进行休养,然而随着孩子的身体发育,斑痕开始疯狂生长,不到一年时间,面部、胸部就长满了厚厚的斑痕,成了一个疤痕娃娃, 原本活泼的孩子变得沉默少语,以前的小玩伴也渐渐远离他,烧伤后,孩子受了很多的罪,特别是治疗初期,为了给他止疼,消炎,一天,24小时里每三分钟就要给全身的烧伤部位擦一次药,全家轮流给他擦,不擦他就疼得受不了,大哭大叫, 这样整整持续了一个月,后来在西南医院直皮后才结束,看着病床上的孩子,我心里特别难受,我不是个好爸爸,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,也没有照顾好他,如果他有妈妈的话,也不会造成这个样子,医员伤心的说,厚厚的斑痕致使小峰的颈部肌肉收缩,嘴部肌肉拉扯,造成歪嘴后一症,无奈只得到万家燕医院接受颈部疤痕, 松解手术,小峰的主治医生说,目前疤痕已经影响到孩子的功能发挥,如果不及时治疗,孩子的一生都会受到影响,后期还要做负离子手术,费用大概还要准备十多万元,徒为医生在为手术后的小峰套紧套,医员的父亲和母亲都已七十多岁,平时在家种地,手入进够为持自己的生活,医员常年在外打工, 一年下来除了日常开销,也只有一万多元的收入,医小峰在第一次转院时,家里的积蓄就已经花光,后来的直皮等手术全是向亲戚朋友借的,到目前已经花了十二万元,再也拿不出钱来了, 如果你想献出一份爱心,可以复制链接HTTPS,IGLIN,CSU,COMBONGI PUBLIC SITE DETO,CHANNELIT等于SACID等于2018-09-2000-0000-002248-2273, 在浏览器中打开,完成捐助,也可扫描下一页的二维码进行捐款,该项目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,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发起,直接扫描二维码即可查卡项目相请,进行捐助, 如果不能直接扫码,可将二维码保存至手机相册,打开扫一扫,从相册中选取二维码进行识别,该项目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,儿童紧急救助中心,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,轻松公益发起募捐,并负责项目的审核,执行及信息反馈, 该项目最终谨示权,归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所有,详情请关注轻松公益平台动态,监督电话,4000069958。